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兰特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 在NCAA赛场上可以得到场均25.8分 11.1篮板 彼时的他控球技术就异常娴熟 迅捷的交叉变相 转身 急停跳投 这些只有在后卫身上能见到的动作 他可以轻松完成 并且投篮柔和 可以在场上任何地方得分 没有人能够封盖他的跳投 如果不是被有欲为比尔拉塞尔和大卫罗宾逊结合体的奥登 杜兰特绝对会是07年选秀状元 最终超音速队在第二顺位将其摘下 而他也和同届的杰夫·格林 成为现役为二在这支球队效力过的球员 07-08赛季是杜兰特的菜鸟赛季 也是超音速改名前的最后一季 杜兰特场均可以砍下20.3分 成为詹姆斯·安东尼之后 又一位在新秀赛季完成场均20加得分的球员 同时也是队内第一得分手 老球迷应该对铁杜这个外号还有印象 但杜兰特该赛季交出的43%命中率 实际上还优于科比和詹姆斯的菜鸟时机 这一年的超音速以练兵摆烂为主 常规赛20胜让他们收获维斯布鲁克 而来年改名雷霆之后 球队方针依旧不变 哈登也随之而来 从09-10赛季开始 三少集结的雷霆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职业生涯第三年 21岁的杜兰特就以场均30.1分 成为NBA历史最年轻得分王 并且完成三连霸 雷霆战绩也与之飙升 2010年首轮与卫冕冠军大战六场 让胡人球迷惊出一身冷汗 2011年一路干到西决 最终输在了金燕 2012年卷土重来 先后把独行侠、胡人、马刺 三只本世纪夺冠过的西部球队干翻 从而登上总决赛舞台 并且杜兰特第一场 就给三巨头的热火带来了当头一棒 让球迷为詹姆斯哀叹 熬走了35岁的24号 又等来了24岁的35号 第二场 杜兰特也一度有望复刻首战走势 但最终被热火顶住了 此后麦阿密人势如破竹 又连胜三场完成最终捧杯 尽管在和詹姆斯的第一次总决赛交锋中 败下阵来 但年轻的杜兰特表现得不遑多让 30.6分 6.0篮板 2.2助攻 投篮命中率54.8% 三分命中率39.4% 一个可怕的真相就是 他还尚未达到巅峰 如果不是因为哈登迷失 系列赛不会五场内结束 而这也是雷霆在休赛期 没有留下大胡子的原因之一 12-13赛季 虽然雷霆拿到了西部第一 但是威少在季后赛的伤退 让球队最终止步次伦 而这也激发了杜兰特更大的潜能 13-14赛季 当威斯布勒克受伤病困扰 需要杜兰特更多的支配球时 阿渡更加为所欲为 挡差持球方面 杜兰特每回合是1.01分 在至少完成100次挡差持球的 所有球员中 只有詹姆斯在千分位上赢了他 而后者场均持球挡差得分是3.78分 比杜兰特要少接近2分 面框单打方面 杜兰特场均得到5.11分 全联盟只有安东尼和哈登比他高 但杜兰特每次单打能得到1.11分 而安东尼是0.96分 哈登是0.94分 在转换进攻方面 杜兰特场均能得到5.84分 全联盟只有詹姆斯和哈登比他多 杜兰特每次转换进攻得到1.3分 在至少完成100次转换进攻的球员中 只有8个人比他效率高 其中也只有詹姆斯回合数比他多 而我们知道 詹姆斯一直以来都是转换进攻之王 这说明杜兰特的得分手段 已经可以覆盖到詹姆斯的专项了 而杜兰特有一点则是詹姆斯不具备的 那就是无球能力 阿杜可以把球交给雷吉杰克逊来掌控 在无球时 杜兰特依旧可以吸引足够的防守注意力 在当时 没有哪个超级得分手拥有他的进攻威慑力 该赛季 杜兰特场均可以砍下32分 7.4板5.5助攻 命中率达到50.3% 考笑拿下第四座得分王 并且宣读了那场令无数人动容的MVP演讲 相信这是雷霆球迷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杜兰特 如果不是老辣的马刺 杜兰特就能在这一年与詹姆斯 再次上演总决赛对话 彼时已显皮泰的热火三巨头 能顶得住个人战力最巅峰的阿杜吗? 玄 不过 詹渡对决在延期三年之后 又重登总决赛舞台 在经历了未经季后赛的大商赛季 和西爵三比一被翻盘的失利 杜兰特扑辅沉舟 不惜背负骂名 于2016年休赛期转投荆州勇士 杜兰特初来乍到的16-17赛季 勇士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 终于在传切体系和球员个人能力之间 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平衡 当三名进攻卓越的球员 都愿意压制自己的得分欲望 为美妙的团队篮球做出牺牲的时候 勇士的统治力前所未有的强大 而杜兰特也在这样的环境下 打得愈发游刃有余 该赛季 一抛弃的威少 以低效的进攻拿到了个人手做得分王 而杜兰特的得分是显得那么轻松和从容 以至于当勇士在总决赛上 再次面对实力更胜去年的老对手 打出了NBA季后赛历史上 当赛季最强进攻的骑士时 依旧送出了4比1的绅士横扫 杜兰特系列赛场均35.6分 8.2篮板5.4助攻 投篮命中率55.6% 三分命中率47.4% 罚球命中率92.7% 在场上简直无所不能 G3闲听信步顶着詹姆斯投进绝命3分 全是何为死神 而第二年 杜兰特又如法炮制 只是背景板 从詹姆斯换成了JR史密斯 当然了 2018年勇士对骑士的屠杀 并没有多大说服力 毕竟后者能进总决赛 就已经是个奇迹 而西绝对手火箭 才是勇士和杜兰特遇到的最强战力 这一年的哈登就像是2014年的杜兰特 大胡子荣英首作MVP奖杯后 也是在西绝被当季总冠军淘汰出局 不过马次靠的是团队篮球 而勇士则是仰仗杜兰特的发挥 阿杜交出30.4分 5.7篮板 2.7助攻 才让勇士涉险晋级 他的中投是魔球理论最抵触的进攻方式 却成为了火箭的催命符 在需要球星个人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杜兰特无解的中距离投篮 就是科尔最有效的战术 勇士时期的杜兰特 中投已真化尽 而实际上 在这三年里 杜兰特最强的一个赛季 却是没有夺冠的18-19赛季 该赛季是杜兰特第一次大伤后 身体状态最好的一年 常规赛只缺占了四场 他的协调性 柔韧性 平衡感 核心力量 身体控制能力 这些都在这一年达到了生涯最佳状态 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季后赛 持球进攻的比例 都超过了他拿MVP的13-14赛季 而勇士也需要他这么做 利文斯顿 伊格达拉老化 内线吃饼仅有鲁尼靠谱 重磅影员考新斯在进攻线路添堵 格林三分球命中率跌破三成 被习惯性放空 这是勇士空间最差的一年 因此 杜兰特无视防守的中投 至于球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这一年 杜兰特打出了生涯最好的中距离表现 他在3-10英尺 10-16英尺 和16-23英尺 三个中距离区域的命中率均超过五成 这是足以比肩乔丹的存在 在杜兰特受伤前的十场其后赛里 他场均能得到35.4分 并且命中率达到了180俱乐部标准 即便算上之后两次受伤离场的比赛 他场均还是有32.3分 加三项命中率合计180的表现 这一年的杜兰特有多厉害 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是获取了10分钟 心跳加速体验卡的暴龙球迷 哎 可惜伤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但愿杜兰特在之后的职业生涯 可以保持健康 也希望个别球队能够脚下留情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